你看美麗華公司 日空一般年到工匯簽 環國寶協議 後來祖宏違反協議 工匯去駕祖宏 今年的三月 歡迎是拍美麗華公司 要負六百萬 但是美麗華公司 有夠去駕公匯 違反百天 一日心目祖宏是都白索 今天早起工匯也去 司法院前 望說司法就要捍衛 六甲的百天款 也說三室應該要趕緊來拍館 五湯再拖了 捍衛霸東全 司法換工道 美麗華公司 就其他工匯團體 來到司法院上前 要捍衛六甲百天的管理 因為第一控制一年 美麗華公司 透過去駕鑑構 法國的工匯的幹部 含聲緩裁掉 工匯因為這樣發動百天 然後祖宏 刷夠工匯違反百天 工匯表示 占對祖宏 這款侵害百天管理的訴訟 以後由司法院出面主持共督 罷工前 他在遭受挑戰 而司法 不能保障勞工 不能保障 罷工前十 臺灣勞工的權利 會更加氣慘 這些高高在上的法官們 請你們不要不食人間煙火 勞工是多麼不容易才能夠行使 這樣的集體 集體的這個勞動權利 希望能夠還勞工 跟還工匯 一個一個公道 比例 法公司 還有工匯 規法百天 這件工匯 到達已經過三年 破國的地都沒有進度 工匯表示 如果對工匯和萬港 造成這麼大壓力 這款訴訟 也已經對百天管理 造成威嚇 司法院是回應說 不正案件 約過的心理 他也相信 法院的以法處理 因為目前相關案件 還在法院系數中 那我們尊重審判獨立 我們也相信法院 一定會以法來處理 比例法工匯表示 這個官司 雖然第一次 二次都破祖宏百首 認定工匯是還破百天 不過祖宏 雖然還結束上訴 工匯就怕三次 最過法院 該破祖宏勝訴 這樣對於工管理 是嚴重的傷害 因希望 是法院 負基基金 特效法院 20心理 記者盧雄主 正尊由台北共同